這個工廷會,包括說6分的工廷會的話 他正在用土地徵作條例去看程序去走 那他這個程序要走的原因是假如啦 假如到時候在這塊基地上面的所有權人的話 如果他不參加協議架構的時候 那到時候的話他可能就用土地徵作條例這個施價補償的方式去處理吧 應該是他整個合法程序應該是這樣子走 我不曉得 我大概把程序上面說明一下 今天是第一次工廷會 然後我們預計6月份大概第二次工廷會 這是法令剛剛有寫出來 那當然我們試駕查庫出來以後 大概我剛剛講說有土地的價格 有建物的價格 以及未來可能每個開發 每個人可以分的到的評數 到時候大概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出來 跟各位每個地主做協議 每個人看到自己的一個 比方說要賣給政府的一個價格 那當然就是說未來的選擇可能會有四種 一種就是說 不領錢參加聯合開發 到時候就說去看能不能領回多少的房地產 另外一種就是說 先領錢也是參加開發 那最後完工後 就是說可以優先成租增成購開發的那個 樓地板 那另外兩種就是說 選擇買賣 就說跟我簽約 就不會給我 就買賣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都不行 因為有些人有些客 沒辦法跟我簽約 就只好被迫走到徵收 因為有些人比方說 當然情況很多 那有些就是說可能 真的不願參加開發 而且覺得價格很好 然後 顯得程序麻煩 就乾脆讓我徵收也有 那今天這兩個公體會是為了 萬一有人要走徵收的話 得一個簽制的作業 對對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說 大概這就是 剛剛就是主席所說的就是 如果到時候的話 你什麼都不要 你單純這個東西 就要讓政府去徵收的話 得一個作業的簽制 對 所以說 今天的話不會談到說 所謂的權益的分配問題 對我想 大概是這樣 所以李長天也不要那麼激動 我知道你很為大家權益著講 但是 這部分權益的話 其實不會在今天 或是六月份 對對對 大概是 因為程序還給他 對啊 所以說 跟他做的說 好 那還有再一句說 剛剛黃先生有提到 通風景部分的設計的話 後續我想我們這邊會跟 捷運局這邊 然後來討論 就是 在這通風景設計上面 盡量不要 影響到沿街面的建築物 然後 如果說能夠 遠離整個建築 如果說有可能的話 能夠遠離建築物的話 然後 然後 這塊基地的話 然後我們 盡量在設計上面的話 然後要求 像一單位的話 做這樣的設計 我想向大家報告 謝謝 請問你喔 是 不是說六七月份要開工嗎 什麼六月份才要開 第二次工廳會 上次第一次在你們那個 捷運幾八樓 那個是什麼會 要不要換個會 現在不進來 九月後十月開工 開工 開工的時候大概 現在來 估算的話大概 八到十月之間 八到十月 因為這開花基地 開工跟連開 兩萬 兩萬 對 所以說 你如果捷運沒有開工的話 你連開更 就不用談 在談什麼連開 對 做捷運 哪有那個連開的民族 是不是 對 對 就在我們這裡 先知道說 捷運確實要動工了 連開就是連開 這樣 人家人家說 要怎麼連開 有要同意 沒有要同意 要跟你們走進連開 所以說要連開 沒有那兩開 差不多幾年 還是明年初 那時候介紹出來 都會來講 這樣就知道 是不是 你今天目的 是連 你們是說 我全程序 對 對 對 所以說六月分 那開的內容 可能差不多 只是說 我再做一個回覆 這樣 上次說 孫特長 我們上次不是 跟你爸爸說 一直跟你 要求說 前排跟後排 那個懸疑 土地建架的時候 去補充 去補充 上次開會的時候 因為那個前排 他面臨馬路 他土地建架一定要 比較高於後面 那個後洞的 這樣子 這樣子起來的話 前排的才不會 因為他的土 那個土地石油 十分比較少 去吃虧 如果這樣做起來 你要連開 一定會OK 你如果因為建架 跟建架一樣 你連開 人工情牌 什麼人要跟你連開 土地石油 比較少 還要面向大馬路 那你後排 那你後排 那沒有人 這樣你們就該做了 我是後排的 但是我很公正的 我這樣要求 上邊就講話 這上邊就講話 所以前排的主婦 我們上次已經就講 講過你們現在建架 應該朝這方向來做 是不是有朝這 有有有 我們這個基地的特殊性 我們都會在那個 找顧駕師的時候 尤其把這個基地的特殊性 跟顧駕師這邊交代 就是說有這個差異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看你有沒有有大於法龍的 這個也都 有啦 我們都有 都有在 土地館在頭庭 鑒價比較多 比較高 後面 那個是不是 那個是 本的 本起來到後面 本起來要喝 就可以了 有 尤其是 黃先生所講的就是說 前面是靠馬路邊 他股價公司 股價的價位 要高一點 後面 因為他土地 起的是多 他如果說低的價位 他土地多的話 還是平地 還是多 這樣要逆補 我不知道 你說這部分 我們都有把它放進去 對 都有特別去 對 請你這次拜託你們也列入 回憶紀錄 這點像 你要連開完成 這點是正常 重點 對吧 我們頭上白的人 說 飛去 好 好啊 好啊 這個一定要列入 回憶紀錄 你這邊好嗎 建教室的人 你可以把這個 相機的情形 叫他來現場 那邊 來看 人面向大馬路 這真正常 要不然你 後面一切沒力 你如果感覺土地 成分到不 可以到頭上白色 一定也是不可能 我二樓還要去 我就要去處理 不好意思 有聲音嗎 有有有 不好意思 我是樓腳的事 因為 我們都沒有說樓腳這個問題 樓腳這個問題 我現在看到這個出風口 這個出路口 本來是李柱那邊 現在摔到這邊 摔到這邊 摔到這邊 摔到我們的土地 土地要分配的時候 是怎樣分配 是不是同樣 像樓腳這樣 我要自己優先選擇 是叫做原子原地 如果摔到我們這個土地 你要補充我們這個問題 是樓腳這樣 可以我們自己選 優先選擇 要親到這個 這個 這個出路口是已經定了 可以再刷 這個問題 你如果 剛才摔到我這個 店面的時候 要怎麼補充 要怎麼怎麼分配 是不是 一樣 叫原子原地 我剛剛有講過 我們聯合開發其實不是什麼原子原地 那通風景的位置 我們一直也有在講說 剛剛有在講說 那個通風景的位置 地主也要求 就是說大家希望說 把前面比較精華的部分 要空出來 我們也一直講過說 這個意見 我們會帶回去 請我們的西部設計部分公司 一定要考量進去 所以這個設計的部分 通風景的部分 真的是要全盤考量 可是地主意見 我們聽進去了 有聽到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特別注意 第二個就像你一直在講 你說 你說是不是什麼原子原區位 我們沒有 聯合開發整個大樓建築物 興建起來之後 權益分配比例 如果談成之後 就是地主 只要有參加開發的地主 你就依照你土地的權值 去分你 想要哪一個樓層 就像我講的 高樓層的單價可能比較高 可是因為如果你分回來 權值是3000萬 那樓上如果 樓上如果說 最高樓層的一層 一坪是100萬的時候 你就3000除100 除100 就是你分回來的坪數 那有些地主 欸 我沒有要高樓層 我可能要4樓 那可以啊 那4樓如果價格變多少 我不知道啦 看到那時候的價 如果舉例80 那你就是3000除80 就是你的坪數 拿4樓的坪數 那現在這個都是 跟大家在說明 可是我們今天也不要破壞 這個東西都還沒有價沒訂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是我來跟大家講說 你們會怎麼來分配的一個 類似的這種方式 那有些地主就這樣講 我想分一樓 那一樓是不是就是 一樓當然價錢就更高囉 可是也要看那時候的價 可能一樓舉例 150萬一坪 那你就是3000除150 就是你要拿一樓的坪數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一個樓層 有每個樓層的價 那價要什麼時候才出來 當然就是 投資人整個建築物新建起來啦 那整個的價才會更明朗 那你連建造資料都沒拿到 現在就像我們一直在講 大家可能都會講什麼都更 可是一樣嘛 你一定都是最後最後要到建造 建造快出來了 建造也拿到 建造也拿到 房子也蓋了 然後那個整個建築物在要賣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價是最清楚的嘛 其他前面那個其實講實在話 都是一個預估的池啦 那當然就是說 對地主越好的 我們是一定是公開通明的 幫地主爭取啦 那其實這個基地 我們還是很希望 爭取大家來參加 因為畢竟對面廣池嘛 那這個基地也蠻漂亮的 後面也有三坡地 我講實在話 如果真的能蓋起來 我覺得真的是很好啦 那就希望說 鄉親給我們支持啦 那剛才議員們 還有這個主任給我們的提醒 盡量的我們就是說 一定要去做到 每個地主都滿意 那公開透明 這個是我們一定會要做到的啦 那大家就是睜大眼睛看我們做嘛 我們有做不好的 就來真的 就來盡量的來指證我們 然後糾正我們 那我們盡量的來幹 好不好 我是希望說 大家盡量給我們一點一點的 給我們有信心啦 對我們要有信心啦 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